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突发心梗,这四件事千万不要做 心梗是一种急性病,怀疑发生心梗的时候有四件事情是千万不要做的 第一件,这是独自就医 有些患者会硬躺,感觉到心千屈不湿 还要自己去医院派对看医生,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而且在没有陪通的情况下发生心跳和复习皱停时 导致风靡,就可能会失去抢救的机会 第二方面就是上肢服药,乱服药 尤其是乱服消散钢油 对于心梗花作的患者而言,血压可能已经很偏低 如果再服用消散钢油,就可能会引起血压的进一步下降 会增加休克的可能 第三点就是多喝水 特别是在意识不清楚的时候 给患者喂水可能会造成误息的状态 大量的喝水还会增加心脏的负荡 第四件事情就是上肢进行心肺服俗 只有在心跳和呼吸皱停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心肺服俗 如果没有心跳皱停 心肺服俗 只会增加自私性的行律失常的风险 以上的这四点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住 不要再帮盗忙 关于这个话题也有其他好的建议 欢迎评论去留言